嗨 各位 我是Tan 這個鞍場它是一個超大的地瓶 大概有70幾瓶的一個地瓶器的鞍場 我們這次選用的一樣是使用近似厚的導應耐磨地瓶器 然後這個場地的話就是室內 然後它的地瓶的狀況是這樣子 有些坑坑巴巴的地方啊這個要修補起來 然後地瓶的話不要有那種殘膠啊油漬之類的 如果是粉塵的話稍微少過就可以了 那縫隙的話有一些塵土的部分 再做一個清潔 好 那這邊的話 這個怎麼弄掉 欸 這塊膠膜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我們的951啊它是油性的 所以這種膠你一塗下去 它就會跟它做一個化學反應 有可能會失敗 先這樣我們大概盤時間的清潔 然後各位早安 今天我們要進行塑膠地板的一個拆除的作業 開始 換你換你 換你換你 開始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來試著刨看看 然後這次的刨除工具啊這一塊 這塊大家應該有看過 它是在刨大理石平面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舊漆放上看能不能刨掉 它剛剛一整個烤下去啊 太會剪了 這個櫻膜片烤起來感覺還不錯 水泥確實都有烤起來 而且很細 它用這一塊啊 整個就吃下去 吃下去一個深度 所以這個不太適合用來 舊的殘膠給它去除掉 可是它能賣模性好像 不知道好不好 那我們另外還有這一塊 到時候用這一塊來試看看 好 繼續吧 然後我現在刨了大概快 半瓶而已吧 有點花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研磨片頂多 撐不到一瓶 就要換掉了 好 各位 我後面那邊還沒有刨完 但是前面這邊我想要先把它做一個 補土的動作 就像地板有一些空空八八 我先把它補起來 因為它需要乾的時間 那些地方會有凸出來的釘子 乾這些 這個都要把它切掉 開始 然後我們準備要補地板嘛 所以我們加707的壓克力水泥強化劑 然後這個要稀釋 這個1水3 然後下去跟水泥做一個攪拌稀釋 補土的地方 鼓動的部分呢 我們是建議給它稍微試吃的 拌稀釋 的 像這個是有加70T的 它就是 薄土的地方啊 它要老老的就抓住睡泥了 像這個是有加70T的 所以靠北進來 今天是第三天的時鐘 我們直接開圖啦 HELLO 各位 我們今天接去第四天的時工 那今天預計的話就是要把這些地板啊 整個比較髒的地方啊 稍微做一個跑足 那邊有生鏽的地方 都要靠靠耶 可以增加它的黏足度 也降低失敗率 然後還有角落的地方啊 都覺得有點灰塵 是希望用鐵刷啊 稍微把它刷一下 好 好,各位,我們準備上漆了 那現在先拆下去,把它做稀釋 第一道漆的話,它的甲本稀釋30%或40% 不要塗太厚,尤其是第一道 好,那我們用管子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那現在我們的951,大概剩下半筒吧 好,這個時候就倒入我們的甲本 然後做一個稀釋的動作 那大概甲本就是40% 然後951的話就是60% 說一個大概就好了 好,再把它攪拌一下 好,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塗咯 來,各位,POP一下 我們這個濾毒罐的防毒面具啊 如果你是倚存這種有機會挖護的那種物質的塗料 建議是用這種6003這種type 然後如果你是粉塵的話,就是用6001就可以了 試做之前呢,保護用具的準備是很重要 然後這個濾毒罐呢,它是有壽命的 然後各位在土的時候啊,記得室內一定要封封 像我的話,這邊就是有一台風扇 超大台的風扇 在上色的時候啊,其實第一層是要它的滲透力比較強 並不是在建立厚度 第一道就是需要它稀釋 具有強大的滲透力 來去牢牢的抓住你的樹地板 好,各位,我們今天要來試做第二層漆 但是昨天看了一下狀況 原本我把強力膠 跑除的那個表面啊,我是很理想 跑乾淨的現在就像這樣子 用指甲刮都刮不掉 但是沒有跑乾淨的地方 用指甲刮就會刮得掉 像這種有顆粒狀的我們再刨一次 還有一些補土沒有補得很完善的地方啊 這我們再補牆一下 開始 好,各位,我們接續準備上第二層漆 第二層漆的話,951就是加20-30%的甲本 好,然後把顏色覆蓋過去 這本來是一條水溝 然後這個是濕厚水泥補上去的 好像水泥的邊邊角角都沒有抓得很牢 好,我們的地平漆上去啊,它就可以加分 你看喔,這個邊邊角角是最薄的 水溝在這邊 這個是很薄的地方 我用尖端 我們今天先把樹地的表面做清潔 然後明天呢,可能針對那個裂痕的部分啊 比較大條的齁,我們就把它補一補這樣子 後面的那一塊我們也整理好了 明天就可以上漆了 好,今天是大年初...初五吧 不能請就不會往外跑 祝大家新年快樂 各位 今天初級我已經忘記了 我只知道明天要開始上班了 然後今天的進度就是前面這一塊 後面的這邊也是土土 然後最後面廁所的那一塊呢 我會開始上漆 開始 來,各位 我們這邊只上了第一道的951 這個跟反水漆是不一樣的 地平漆的話它是要保土 保土它的附著力才會比較高 然後我這邊都是橫向的 我們待會再直向的再刷一層 開始 來教各位一個小學校 我們要刷塗之前呢 先做一個放料的動作 不要說一開始刷很厚 然後越刷越薄、越刷越薄 我要塗這個面積 我先在中間放一條料 放厚厚的一層 好 然後再來 做一個直向的刷 這樣就可以很均勻的吃到料 先放料 放開之後 好 用一個動作的塗膜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門口 門口採一個薄圖的方式 我們今天先塗第一層 然後第二層的話 會上石銀沙 好 讓它的表面粗糙度 比較高一點 然後比較不容易打滑 最後再塗上第三層 可以防止石銀沙脫落 好各位我們要去塗 門口那邊的斜坡 所以我們大概加一些石銀沙 現在我已經稀釋過了 大概是30%的甲本 然後又直接把石銀沙 我這邊大概是三分之一桶 把它倒進去 你的粗糙度要多粗的話 你大概抓一下 好 那我們倒進去之後 就直接攪拌 一次性用完為主喔 稍微蓋著 才不會噴得到處都是 我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石銀沙的漆面 它的表面就是這樣粗粗的 那粗糙度的話 你可以隨著你的石銀沙 加的多跟少 來去調整它的粗糙度 OK